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农户用它做玉米做口肥 看见了神奇的效果 根系非常发达 抗病 生产 提高了玉米的抗力性 提高了玉米的荣重 从此增加了产量 增加了收入 在蔬菜上 农户也反馈了很多的好的信息 用事实证明了巧克力是一款非常好的肥料 老百姓把巧克力现在叫克力肥 所以老百姓现在对克力肥的认可也非常的高 老百姓现在把它叫做食物的安全席 因为它的营养非常全面 不但还有大林甲 还特别添加了这些中原元素 还添加了一个特别的朋友 经过几年的推广和教授 对我店里边的眼流 客户的眼流非常非常的好 所有的客户到店都夸巧克力 好 说啥的都有 说种茄子好的 种辣椒好的 种酒菜好的 种果树好的 种花生地管好的 都有 我这老百姓的口碑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我们继续在推广 在实验 将来将老百姓都用上巧克力 都能达到生产登头的目的 所以在现在农职行业非常内卷的情况下 巧克力是一个震天之宝 农户认可 我们经营商也认可 希望巧克力在以后再接再厉 继续研发 继续把巧克力升级 让它做到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肥料 让它能代替其他的肥料 将来我们店里就只卖巧克力 不卖其他的肥料 这是我的巧克力的希望 也希望所有农户 你们每个人都能用上巧克力 让你们种的任何作物 生产能收 刚才说了这么多呀 其实啊 我这个经营化肥二十多年 一直在卖什么呢 从最开始的二二年货甲肥 到最近几年的参毁肥 高塔复合肥 流产甲复合肥 用在大田作物上和蔬菜上 那么这些肥料啊 在实验过程当中啊 有一些弊短 有啥弊短呢 因为脱肥啊 它养分单一 它只有大林甲 其他的中文元素 它没有 那么巧克力呢 它就有 脱肥当中没有的 一些中文元素 比如说宽红红线啊 流产麻烦 这些多样的元素 为什么老百姓把他叫实物的麻烦全息呢 就是因为他永远全面 在这个老百姓生活当中啊 他的思维方法啊 非常多样化 可以做底肥 可以做敌冠 可以去充施 可以杀施 那么脱肥呢 那我们只能做敌施 不能做充施和敌冠 所以它这个使用方法也呆一 那么在小利后期啊 就是说这个 这个销量在一块啊 我会不断提升 由于这个是四年呢 我们这个每年的销量都在提升 小利啊 销纳纳 都没有啊 因为他这个思维方法都万化 然后你这个 不管你用在什么作物啊 表现都非常非常明显 桥栗可以这么说 可以完全替代付货肥和一些其他大货肥 你农户你就是放心的使用 不管你种植什么作物 你是蔬菜 玉米 花生 水稻 地瓜 土豆 所有的植物 只要是植物就能用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南竹北竹 包括我们这个花卫市场的花卫大棚 都在用我们桥栗 然后现在别处区的这个草坪 果树 还有我们果农 所有的这个农物都在用巧克力 那么他们用上以后的效果发挥 非常非常好 所以每年的销量也在逐年的地震 巧克力得到农货颜可 所以我在将来也会逐渐的去寻找更多的客户 去给他们推广 让他们真正了解巧克力 让他们做到真正的正产之中 巧克力 巧克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